印尼製造展日前登場 臺灣是最大參展國 超過百家廠商共襄盛舉 並舉辦記者會爭取曝光 不僅反映臺灣工具機 在印尼的銷售成長潛力 更凸顯新南向重點的印尼 對臺灣業者的重要性 外貿協會指出 臺灣今年來為印尼的工具機主要進口國 2016年進口臺灣工具機市值近6000萬美元 佔進口項目總值約11% 我們預期今年臺灣出口到印尼 大概成長9%左右 那麼在未來這個趨勢之下 多數廠商其實都預估明年 景氣至少維持到下半年 都絕對沒問題 朱印尼代表陳中表示 智慧機械是政府推動的重點產業之一 今年來印尼政府也積極推動製造業發展 並將工業發展政策列為重點項目 和擴大產能及產品種類降低成本 工業化的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工具機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 那特別是現在全世界都很重視工業4.0 那麼工業4.0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智慧化 尤其是智慧化的機械 那麼台灣在這方面是全世界這個數一數二的國家 大概佔全球前七名以內 展覽中的台灣形象館針對印尼汽車市場需求 邀請多家工具機及零組件廠商 展示汽車零組件加工方式 成品以及自動化元件 並在特定時段舉辦工具機品牌行李活動 主動出擊和擴大與參觀業者交流合作的機會